之前有去薩泰爾面試過 恩南榮事件的隔天 醜雲產物 一個環節是大喜利 我根本不知道大喜利是什麼東西 那整個環節我就插腰 然後皺眉頭 然後一直盯著他看 我根本腦袋裡都沒有在想答案 我都在想說 哇 曾博恩耶 疑地模式 一直盯著他看 然後第二個環節就是 你要提一個中原普渡的企劃案 然後我就跟另外一個男生 我就跟他一組傲告的階段 他就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亡靈的訪問 李登輝 鄭楠榮 然後 曾博恩直接打斷他 所以你們兩個的話 誰是主持人 然後我說 沒有啊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當主持人 畢竟鄭楠榮有兩個 一點很趕超白目的好不好